我去上班了 我要去上班了 我把你挖掉了 我把你挖掉 今天呢 我有一個好消息 九百夢 香港到台北 Good morning everybody 現在有點太早 現在幾點 現在8點40分 帶個帽子好了 嗯 今天呢要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也是很緊張的事情 就是我要去打我第二劑的疫苗 我身邊打過疫苗的朋友 大概十個有八個吧 就是都會有蠻明顯的副作用 這常見的應該就是發燒 或是全身無力啊之類的 所以我現在有點小緊張 就是我不知道要準備些什麼 我約的是9點 然後現在已經8點50分了 不過我還在等我的Uber 我們去打針吧 剛剛看到窗外下大雨 怎麼會感覺一開始就這麼不順呢 我打完了 我剛剛本來想要記錄一下我打第二針的狀況 但是因為裡面完全是靜止拍照的 所以好囉 我剛剛在場內休息了15分鐘 然後應該是沒有什麼大問題了 任務完成 耶我要去上班了 我今天還去上班是不是真的很優秀 我也覺得 我是兩個小時之前起床的 但是我覺得我已經起床了六個小時 好累喔 我只是這樣想要再等一晚 急著我 然後趁在那邊 這個怎麼會吃什麼啊 是那個零食嗎 是每天吃層都打開 然後買一個超冷卻 然後冰卑 好吃嗎 嗯 他們三人剛剛買完飯回來 然後Kit好像問我一句說 你吃了飯了嗎 我說還沒有 沒有飯飯我賣五個 你要賣我多少錢 這是什麼 你要賣我多少錢 先說 呃 你猜多少 二十 差不多 二十吧 這二十賣你 我沒有啊 真的真的 十八 十八 奸商 你要訪問我什麼 嗯 你根據你已經打中了 根據還搞定 高定中的喜好打給 那你現在就差不多 已經六個多小時了 就只有熟這邊很爽 所以有點酸 你有喝水嗎 我有我剛剛喝了一千五百ml的水 一千五百ml 一百ml 一百ml 我哪一次打完針以後 我真的直接晚上去打麻將 然後還有喝酒 我是說我本來想要提亮太陽 說哇他打完針會不會身體很不舒服 就是還擔心他了一下 就要晚上給我 我沒事啊 就很好啊 大家不要看我們平常吵吵鬧鬧 我們也是有認真的一面的 我拍我今天素顏 誰不是啊 誰不是 我幫你畫一條眉毛吧 我現在準備要回家 現在已經七點了 然後這個是Crystal今天給我的 他怎麼講 Panadol 各位我現在這個鏡頭非常之歪 請大家見諒一下 短短呢回家的一個路程 我也可以購物 我覺得我每次拍Vlog的時候都會買東西 然後大家就會覺得我是購物狂 其實我今天去買東西主要是想買這個 就是 耳...這不是耳溫槍 這是 耳溫槍 我上網看呢 這個牌子是 蠻有保障的 因為我台灣的家裡買過一支 就是比較便宜 但是真的很難用的 耳溫漆 所以 耳溫漆 所以我就決定買一個 準一點的 好一點的 壽命比較長一點的 因為我覺得 大概這一兩年 我應該都還是會很需要他 然後再來呢 我剛剛去Allens補貨了 但我自己是有幾款 真的最喜歡 就是我人生摯愛的 銀線鏡 這個不是廣告 我剛剛是自費去買的 一個是Spanish系列的 然後一個是Skandy系列的 他就在多送這個 VV Ring的棕色 其實我今天帶點的是VV Ring 給你們看一下戴上來的感覺 其實也是很自然的 其實也是很自然的 ERROR 啊 我沒拔蓋姿 35.8 我現在很正常 沒有發燒 太好了 各位早安 36度多 36 36 36點 36.4 其實沒有想像中 那麼不舒服 但是我很快分享一下我的感覺 昨天晚上一直在打冷戰 你知道嗎 就我甚至把我的 冬天的棉被都拿出來了 因為突然覺得很冷 然後我現在整個人是有一點 飄飄的感覺 然後手真的很痠 完全無法用力 我們昨天還開玩笑說 之前有看到其他人拍打完疫苗的影片 以致也是紀錄他們的感受 然後Ky就說 那不行你也不能輸 你也要 就是弄得好像你真的也很不舒服一樣 這樣才有 戲劇張力之類的 當然一切都是開玩笑的 我是一個很真實的人 你就想像你頭很重 然後整個人提不起勁 我現在大概就是這個感覺 好我剛剛又睡了一下 我現在整個人很清醒 究竟今天能不能做出成功的拉花呢 我們的動画 我們會做的 阿賫 我們會選擇 你才可以去好的 見面 我們會選擇 廚師 我真的拿錯了一朵 再有什麼好玩 大家好 歡迎來到VLOG 我跟你说你们刚刚看完那个Clip呢 其实是我大概一个多月之前拍的 我印象中我那段时间好像拍太多影片了 然后我就忘记它的存在了 直到我前两天就是在翻我的记忆开发现 原来我拍过这个Vlog 那今天的时间是7月31号 是一个有点悲伤的日子 刚刚给你们看这是我最新的手机壳 是镜面的哦 我印象中之前好像有跟大家讲说要 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疫苗的事情 那我相信现在7月底这个时间点 应该也比我拍影片的那个时候 还要多很多人去打疫苗了 那我先简单讲一下我自己的心态好了 我自己那个时候对于要不要打疫苗 其实我心里是有很多很纠结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犹豫 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可能对 就是政府机关的不信任感 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疫苗这个东西太新了 就怎么讲就感觉好像自己是 第一批的那个实验品的感觉 虽然说我慢慢的陆陆续续看到我姐姐也打了 然后EAN也打了都在美国 然后我在香港的其他朋友也陆陆续续打疫苗 然后那个时候大概3月4月我在犹豫的时候 台湾都还是一个很和平很就是很棒的状态嘛 那那个时候台湾也没有人在打疫苗 所以我就心里会觉得说 嗯到底要不要打呢 有没有这个必要呢 这样子 后来是因为我本来打算暑假的时候要回家一趟 然后陆陆续续跟不同的朋友聊过之后 我就觉得 欸其实打疫苗像不是我想象中那么可怕 然后我就在上网看了很多不同资料 然后最后就是决定好 那我还是去打了 所以我在5月中的时候打了第一剂 然后6月中的时候打了第二剂 所以我现在是Fully Vaccinated 然后我打的是BNT就是BioTech 那讲讲我打完疫苗的副作用好了 第一针的时候 我记得其实没有什么大家说会有的症状 然后我也没有发烧啊 也没有什么呼吸困难之类的 唯一的一点我记得很清楚 那个是我大概今年过敏最严重的一次 真的鼻敏感到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所以第二剂呢 就是你们刚刚看到那个Vlog 我只有很轻微很轻微的发烧了 大概几个小时 然后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很胃寒 就是你会觉得怎么样都很冷 会一直发抖的那种 其他的我觉得就是多喝水多休息 我好像就没有什么太多其他的症状了 对可能真的是老人体质吧 嗯再回来说说 我觉得应不应该打疫苗这件事情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 这真的是每一个人自己的选择 在这个东西还没有成为一个法律规定的东西 首先没有人可以逼你非要去做这件事情不可 我觉得慢慢的整个趋势会变成啊你有打了 你的生活会变得容易一点 那你没有打你的生活就麻烦一点 终究可能会慢慢走向那个方向吧 我觉得我当时是退一步看 我如果要travel我要回台湾或是我要去美国找医院 打疫苗会不会对我来说是加强的保护呢 就是这一些我觉得都是我自己的状况里面我去思考的点 对我来说我还有另外一个小的concern 是因为我在香港毕竟是一个外国人 所以我会有点担心说 欸是不是之后他会对外国人有更多限制 那两个疫苗之中我其实会比较想打biotech 可是那个时候又有谣言说他到好像8月9月就会过期 就不能再打了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趁早一点 然后就去把它打完这样子 anyway这个就是我当初从在考虑要不要打 然后要打了就是中间的一整套心路力全 虽然说我本来还期待打完疫苗之后 回台湾可以只隔离7天 但是没想到我在打第一季左右的时候 台湾的疫情就爆发了 所有事情都会越来越好的 大家加油 台湾加油 香港加油 好的各位 我现在要准备来订回家的机票 先去哪有钱吧 就罢掉了 啊 OK 好的 前两天我开始疯狂的在寻找防疫旅馆 我有发现说台湾政府好像有 有一个就是google sheet 虽然我觉得政府机关用google sheet有点神奇 那他们就有一个台北市防疫旅馆的防矿表 不过呢这个都只是参考用的 如果你对哪一间有兴趣 你要点进去之后 再去主动联系他们的staff这样子 然后我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做research 有一些其实我自己本来是蛮想要住的 但是真的都完全客满 我是一个对于住比吃还要在意很多的人 就是我会希望至少我睡觉的地方是舒服的 然后我昨天晚上已经有发信给旅馆 然后也拿到报价 我觉得也还能接受 但是我必须要先订机票 他们才可以就是perceive那个booking 所以我现在要去订机票了 嗚呼 好久没有做这件事情了 香港到台北 但就是日期 24号没有欸 那就只能25号啰 噢不 什么呀 23号 噢 糟糕 各位 我刚刚在填个人资料的时候 他问我姓氏是什么 然后我姓黄嘛 结果你猜我刚刚打了什么英文拼 他打了 Walk back here forth but never together So I'll stand up and walk out and make my way alone 那这样我现在要准备出门了 然后呢我前阵子去试了很多人推荐的 Zen Massage 然后我觉得还蛮ok的 那我今天呢就约了要去做一个全身的泰式按摩 因为我整个肩颈啊到整个背都超级紧的 所以 这个是今天的OOTD 这个内搭跟这个外面衬衫都是在UNIQLO买的 然后裤子是American Eagle 反不带 完全身的按摩 我真的说好爽 我觉得按摩的时候遇到一个有经验 然后按的好的 师傅真的很重要 刚刚帮我按的那个姐姐 按得超好的 我要记住她女子 下次也要找她 I'm following you Sashay and shimmy around the room Fall onto me slip into you My body's twist and turn You got my vision blood And now my mind's in a world Keep on spinning me around 和我让疼痛的陪 一杯 用意外工作给准备 I don't love the way you treat me when you stew 你也快会到我身边 A shame to say you pay for all my dues Hello大家我现在回到家了 然后我洗完澡 然后我洗完澡 今天呢我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台湾的羽球男子双打获得奥运的金牌 虽然除了女子体操之外 我对于其他的运动是一无所知 但是看到台湾有这么优秀的运动员 还是感觉到非常的开心 虽然说很久没有回台湾 我心情有一点点忐忑 但是还是很期待可以回家 然后看到家人啊 然后朋友啊 什么什么的 那差不多就这样子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吧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